依卡洛斯 执行者与沙利小姐 别来无恙 海加德第二批支援分队 现已抵达九域 与你们会合 接下来 我们将全力支援 几位后续的行动 可真是帮大忙了 谢谢你们 看来无需我的介绍 节省些时间 这样也好 我就简要说明下 我这边的调查 以及总部的决定 授权异常的问题 已查明原因 稍后我详细汇报 具体情况 格索托斯与猎阵子 正联合解义悬芳 玉先生此次召集 断然是我们 对异形文明的了解 已经更进一步 而解义得出的信息 将意味着什么 相信几位 有着心中的答案 难因 九域 所有人的命运所向 是啊 我们走吧 玉先生 通过再度排查 格索托斯 对原能反应堆的授权过程 我们找到了 耗鬼无法按照 预定功率运转的 根本原因 即原能反应堆 未被正常激活 格索托斯 没能授予 原能反应堆功能权限 也就是说 我们看似完成了授权的程序 令耗鬼具备接引员 弄了能力 但实际上 格索托斯无法变更 耗鬼的运转功率 因此在与猎阵子达成一致后 我们重新执行了 格索托斯的授权程序 结果符合预期 耗鬼现已全力运转 支持第三代 十张系统的研发工作 是极具欺骗性的假象 在格索托斯 试图授权反应堆的瞬间 反应堆曾收到了两段相似 却并不相同的指令 一道是格索托斯的授权指令 而另一道 则是我之前所猜测的 干扰因素所发出的指令 反应堆执行了后者 这导致格索托斯 并非原能反应堆的 实际授权者 海加德没能掌握 该反应堆的权限 后续的操作 自然都是无用功 那耗鬼是怎样启动 顺利接收 来自马拉的原能的呢 这就关乎 干扰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一议题了 此前在九余调查时 我便考虑过这个原因 只是这个猜想过于大胆 我 需要更多的资料 印证它的可信性 在阅读总部的资料 与砍州档案舱内的文件后 答案并呼之欲出了 猎阵子也具备着与格索托斯 类似的授权能力 在号鬼请求对原能反应堆 进行授权时 回应这个需求 发出授权指令的 是猎阵子 可九余一直以来 都与其他时空隔绝着 为什么猎阵子 有着与格索托斯 相似的能力呢 这涉及到一段遥远的历史 我尽量简洁 明了地进行说明吧 无论是九余 还是亚夏 维拉 其他分区 我们都并非爱达星的原著名 而是许多年前 通过星剑远望号移民之词 但历史并非文艺作品 灰红的太空歌剧 仅存于想象 事实往往沉重 惨痛 而我们通常将那些错误 定义为经验教训 当然 美好的畅想并非无用 他们给予了我们 面对苦难时 无尽的勇气 稍微有些跑题了 因某些缘故 远望号并未成功着陆 而是于爱达星轨道上空自毁 在执行自毁命令前 他分离出了五座移民舱 这五座移民舱 仅有两座顺利降落在地面 该批移民 正是我们的前辈 另两座移民舱坠毁 还有一座 与其他舱事实去联络 不知去向 结合两方所载资料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九余 正是由当时下落不明的 八号移民舱内移民 开吐而来 九余与爱达同源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希望印证的猜想 受当下环境影响 九余无法与海迦德展开 更为深入的交流 此项议题暂时被搁置 但两方共同调查好鬼的影响因素时 却意外挖掘到了佐证这一观点的决定性证据 也就是猎阵子的授权能力 我好像 怕落地小姐刚刚提到了远望号 也就是说 猎阵子与格索托斯的授权能力 一定都与他有关 大家曾捧属于一座行件 因而有着类似的功能 也在情理之中 譬如猎阵子 是失踪的八号移民舱内在的超级计算机 实类的 莎莉小姐猜想得不错 这正是我接下来打算介绍的部分 海迦德格索托斯的前身 是远望号的中控超级计算机 SAM 猎阵子虽说独属第八号藏 但也有着SAM的部分技术 两者也算构型 具有共性 因而继承了授权能力并不算意外 我们所遇到的麻烦 反证了这一点 原来是这样 当年八号藏因意外 迫降至九一地表 各藏室损毁严重 绝大部分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除猎阵子外的核心设施 那些重要的仪器资料 尽管尝试过补救 但他们最终都没能保存下来 完成九一的基础勘探后 我们发现了一星文明 所留下的玄域产物 关注的重心自然也从原能渐渐转移 集中在九玉独有的资源上 以玄域产物为基础 八号藏开拓了独属于九玉的科技领域 经过世代发展 它与远望号时期相比 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没想到失落的同伴们最终能得以团聚 我们的命运 似乎始终紧密交织在一起呢 抱歉 我失言了 只可惜 当下并非是重逢欢庆的好时机 寻方已解译出更多关于惠明 关于南因的信息 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正如我们之前所猜测的 南因启动虚禁禁地内的孵化仓后 因惠明能量转化成为明昌 不仅仅是明昌 雷比利亚博士的观点是 完全受异星文明一致支配的 新惠明族群中的朝母 异星文明 觊觎着惠明种群的适应力与破坏力 他们渴望这股力量为己所用 却碍于惠明无与伦比的进化能力 驯服惠明 令整个种群向他们俯首称臣的唯一办法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培养优秀的意志贯彻者击败朝母 通过掌握这位新的朝母 掌握整个惠明种族 但他们失败了 甚至因此遭到了痛苦的反噬 通过玄域科技仓皇封印朝母后 他们便遗弃了这片大地 这可能也是久于与外界隔绝的原因 譬如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朝母的报复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奥曼可真是生物的共性 没有例外 但这种手段并非不可行 现在的南因 正是他们意志的延伸 夺取荆棘 转换明昌 他所作所为目的仅有一个 即扩张惠明新种群的力量 为击败朝母的那个时刻 做足准备 战场上被南因转变为明昌的将士们 最终成为了南因所掌控的 惠明种群的意愿 他们都是南因与朝母抗衡的宠马 恐怕正是如此 这是属于惠明种族间的争斗 我们在南因的眼中 不过是可被利用的微小变量而已 因此 哪怕我们没能与外界取得联系 没能攻破几座玄遗迹 南因都将夺走其中荆棘 在他完成那个实验后 九玉的命运就已注定 但人类从不会因自身力量的弱小 而向所谓的命运低头 正如前辈们也曾受困于这片失落的土地 却将其开拓为你所见到的九玉 接下来便是抢先于南因 取得侃州一记经济 阻止他继续融合的计划 执行者 沙利小姐 以及伊卡洛斯先生 希望你们能继续援助此次行动 荣幸之至 四位位首已急剧砍州一记 半围军会带领你们前去 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根据我们的测算 能力屏蔽立场 现已能够完全覆盖砍州府区域 测试的结果符合预期 遗憾的是 不能将立场的范围扩散至砍州痊域 在好轨得到修复前 欲能输送有限 我明白 现在的屏蔽立场 是九州重击的诸位 拼尽全力的成果 感谢你们的付出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 取得荆棘后 将其保存在容器内 迅速转移到砍州府就好 执行者与沙利小姐 你们来了 这位是坎州九州重击研发部的主管 半维军小姐 九文两位大名 很荣幸能够认识你们 我们也是 你们刚刚是在商量一季的作战计划吗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 我们正在核对屏蔽经济能量的具体细节 我们必须在南英察觉前取得荆棘 并将其妥善保管这砍州府 府内的能量立场 能屏蔽消除荆棘所辐射的强大能量 如此一来 南英将无法感知荆棘的位置 这将为我们第三代十张系统的启用 争取些时间 十张系统得到更新后 就是我们正式向南英与惠明 发起反击的时刻了 但能量立场 竟能覆盖砍州府区域 也就是说 砍州遗迹到砍州府的这段路上 我们只能通过临时的屏蔽容器 隔绝荆棘散发的能量 必须保证这个薄弱环节 绝不出错才行 稍有不慎 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可惜资源有限 不然将覆盖范围 扩大至砍州遗迹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因此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一定会全力保障 荆棘的安全 请半围军小姐放心 南茵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她之前为何没有将我们 最近并没有目击南茵的情报 我们只能从她遗留的手段 也就是那些特殊的惠名 推测她可能的活动范围 以现在南茵的实力 抹杀我们轻而易军 事实上在黎州遗迹内 她的确有过这样的打算 虽说在她眼里 我们恐怕与蝼蚁并无分别 但即使是小小的虫子 也曾多次阻碍了南茵的行动 这应该就是她之前 对你们出手的原因 只是惠名能量 并非容易驾驭之物 急于求成 只会适得其反 上次你们能够 自遗迹逃脱 并不仅仅是出于运气 但她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 并不算多 半卫军小姐 就麻烦你了 请大家跟我来 说起来有些尴尬 我们也是不久前 才与海迦德那边的负责人 互相确认 外界的你们 与九域的我们 其实 都是自地球而来的 星际开拓者 破降在九域的八号舱 主要承载着地球时期的 工业制造企业 九州重工的成员 即一系列建造设备 玉先生也为我们介绍过 由于破降时 舱体损毁严重 很多资料与设备 无法使用 我好像有点饿了 是啊 在发现玄域遗迹内 遗留的史章科技后 我们便转移了 研究的重心 之后 为了适应各州地拓展的需要 我们对九州重工的组织架构 进行调整 渐渐地 我们发展了各位 现在所熟知的 九州重机 镇工 天章阁等一众机构 在此之前 我们都没机会像这样 了解九域的历史呢 的确是的 我想 这可能和九域的大家 一直以来的观念有关 就是 从外界来的各位 是同样被受惠名所扰的 另一类文明 或者 什么相关的 今天 也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毕竟当年 只有八号舱迫降在九域 九域又与其他时空相隔绝 可能会猜想 八号舱抵达了目的地爱达星 其他藏室 都迷失于茫茫太空 是累的吧 随着时间推移 这样的观念 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 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个误会 我相信很快就能消除了 等一切结束后 再为团员欢庆吧 四周的惠名已清理完毕 这样应该能杜绝南音 借由惠名意识网络 掌握此地情报的可能 此外 我也请求玉先生调用号轨 为此地临时架设的 屏蔽立场功能 希望这样 能将风险降至最低 营锦大人 已经考虑得相当周全 我认为 没什么遗漏的部分了 这位 是海加德前来支援的 伊卡洛斯先生 他也会参与本次讨发行动 就请几位卫手大人 多多指教了 结束后 我会将此次经历 与其他队员分享 相信 一定会对他们的守卫工作 有所帮助 感谢你们的援助 既已准备妥当 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以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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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大人 砍州一击遭受到了惠明的猛烈袭击 请多小心 明白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抵御惠明 争取时间 看来南因已经察觉我们的意图 要尽快将荆棘收容好 让我助守护一击的将士们一臂之力吧 倘若南因试图进攻那里 我也能帮助大家都拖延他一会儿 就拜托伊凯洛斯了 务必多小心 放心 我们稍后见 为我们争取的宝贵时间不可浪费 加快步伐吧 我们终于到了 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算是有惊无险 若南因当时察觉到我们的行动 恐怕情况就难以想象了 坦州府能够屏蔽荆棘所辐射的能量 但南因通过排除法 最终仍是会找到这里来的吧 如果南因的目标是荆棘所蕴含的惠明能量 那损毁荆棘令能量散失 南因不就也无法得逞了吗 事实上 我们曾考虑过类似的思路 此前我拜托了维拉的克莱福博士 击碎荆棘 测量荆棘所容纳能量强度 虽然那仅是一颗人造荆棘 纯度无法与真正的阿比斯荆棘相提并论 但它的破坏力依旧惊人 损坏荆棘所造成的灾害与污染 绝非我们所能承受 原来如此 第三代十张系统投入使用后 或许我们能突破研究的困境瓶颈 以全新的角度与手段重启实验 这样也能改善因惠明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 未来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但当务之急 是解决朝暮与南阴带来的危险 因此 目前第三代十张系统的主要研发方向 仍是攻克惠明 关于这方面 九州重击已取得了部分进展 几位稍后请知研发部查看验收 乐意之志 嗯 我们先将荆棘安置妥当 所以完成荆棘的安置 但我们仍不可大意 玉卫已将侃州一记处惠明清剿完毕 而考虑到惠明的族群特性 南阴极有可能 已获知其中荆棘被取走的情报 半卫军 请你带领博士他们前往研发部 改造十张系统 我还需要检查 坎州府外围的守备情况 不便陪同 还望见谅 嗯 这边 几位请 这里就是观星楼 九州重击的研发中心 得到悬方解义的信息后 我们对悬域科技的理解与掌握 更进一步 也就是挖掘出更多悬域的功用 将悬域克制惠明的能力 通过合适的方式 搭载在十张上 这项能力 与充沛的玉能资源结合 十张便能急剧放大 对惠明的伤害 帮助御卫 更为高效的战斗 嗯 只是讲解 想必还不够直观明了 请把十张放在操作台上 很快就能改造完毕 谢谢 好 救命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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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是… 超母… 南茵刚刚找到了朝母所在的位置 嗯 烈系开启的瞬间 我感知到了强烈的朝母意志 她在挣扎 突破 南茵现在一定进入了囚禁朝母的囚笼 我们 还是低估了她的实力 打开朝母的囚笼 并且在坎州开启这么多渊流 换来会灭 不仅仅是坎州 渊流遍布久于各处 根据刚刚得到的消息 黎州受灾惊状为严重 蓝小姐他们 现在一定也陷入苦战了 把坎州战场打扫干净 再去支援他们 多谢你们的支援 刚刚一定是 我们并没能阻止南茵夺走荆棘 先于南茵取得荆棘 本就是拖延时间的权益之计 南茵虽然得逞 但这不意味着此前的努力是无用够 大家 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先已进入朝母的囚楼 惠明两方首领相争 造成巨幅惠明能量溢出 这绝对会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被逼至绝境了呢 但越是危机临近 我们又要镇定从容 不可自乱镇教 阵宫来讯 玉先生正在召集我们 一定是玄方解义方面 又有了突破 希望能找到当下的破局之道 事不宜迟 我们先返回镇宫 剩下的这些惠明 都交给我们了 也请让我继续协助 黎州的清理工作 雅诺初来乍到 不足之处 还请各位御位赐教 海家德的使者们啊 个个说话都这么客气 说得我乖不好意思的 不得废话 我们这就走吧 几位 回见 事态危急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于恒斯联合阵宫 通过分析自 坎州上空裂系 所溢出惠明能量得出 裂系之后 正是朝母所在 这也是雷比利亚博士的判断 在裂系开启的瞬间 我脑海内朝母的意志 前所未有的清晰 朝母即将破龙而出 这样的信息 突破层层时空叠障的阻碍 传递给每一个子嗣 恐怕这也是难因 急于获取荆棘的缘故 朝母现世在即 必须抓住 她仍被玄域遗迹 束缚的最后机会 根据玄方所解忆的信息 实验体将在进化完全后 主动进攻朝母 取得朝母一脉的控制权 无论争斗的最后胜者为哪一方 它都会是汉籍九域福祉 威胁整个人类存续的劫难 九域已危在旦夕 但尽管力量弱小 我们都不会就此接受 这样的命运 必须介入两方的争斗 寻找扭转绝境的契机 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第三代十章系统现已部署完毕 相信几位已经能够灵活应用 她的力量了 是的 有了她的帮助 消灭惠明的效率高了许多 第三代十章系统的效用 不仅包含这方面 它对时空稳定性的影响能力 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完成了对玄方的解忆后 我们对玄域科技理解更为深入 我们设法重现了 一星文明制服惠明的手段 即操控玄域遗迹 强化遗迹对惠明的束缚 也就是与朝母南英战斗时 使章能呼应并利用 玄域遗迹的能力 最理想的情况 是将南英与朝母一同封印 就像许久以前 一星文明曾做到的那样 不过一切还是要结合玄域遗迹 内实际情况再做判断 只可惜南英所打开的 玄域遗迹入口转瞬即逝 我们必须再次创造机会 博士能够开启那道入口吗 我会尽力而为 但仅凭一人的力量 难以做出保证 也许我能帮上忙 在那个瞬间 我也感知到了 混沌时空中显现的 特殊的坐标 是不是可以定位朝母的位置 再通过圆能 重新打开那座悬域遗迹呢 借由圆能 改变那片时空的稳定性 令其暴露在我们的 可观测范围内吗 将圆能汇集于一点 利用极数能量冲击目标 理论上 能达成我们的目的 看来在圆能的运用上 九玉与海家得存在不少 共通之处 九玉曾试图利用圆能 轰击未面薄弱处 突破长久以来的 时空质骨 天门炮 正是灵天门的技术人员 所设计的解决方案之一 只不过当时也是出于 玉脉资源难以支撑消耗 被迫搁置了这个方案 如果沙利小姐能为我们 提供确切的坐标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炮洛蒂小姐意见如何 我比较担心 巨量的圆能需求 会加重圆能反应堆的负荷 为万无一失 我需要调试格索托斯 与猎阵子的联合演算程序 保证耗鬼的稳定功能 这需要一段时间 希望我们不会落后太久 嗯 那么在炮洛蒂小姐 调试程序的同时 坎州将尽快完成 天门炮的准备工作 尽管那可能只能让一记 显现一小阵子 但应该足以 沙利小姐请稍后一步阵弓 通过列阵子 锁定长母的具体坐标 嗯 没问题 此次我也会与大家同去 为九玉的明天 放手一搏吧 这一次 就不能和你一起了 千万要小心 绝对不可以受伤啊 就算是受伤也没什么关系吧 我不是还有沙利吗 啊 哎 真是的 哼 一直以来 都要让我来照顾你 哎 怎么突然发起呆了 你总是这么坚强啊 沙利 谢谢你 一直陪着我 对我来说 也是一样 寻找自己 作为赦免天使 所存在的意义 当时 抱着这样的觉悟 与你一起踏上了旅途 但它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达到的事啊 尽管在旅程中 说获了许多 但我仍没找到 那个最清晰的 可以毫无顾虑 一往无前 向它奔去的答案 但在我身边的你 却总是能 昂首走在最前 微笑着 迎接接下来 充满无限未知的未来 你的答案 会是什么呢 我有没有办法 像你一样呢 在最迷惘的时候 我曾不止一次的 这样想过 可是 至少不能因心有困惑 而驻足不前 困在原地打转的话 是没办法改变 任何事情的 所以我决心 向你的方向走去 也许不太可能 立刻跟上你 但远远的 能看到前方 你的身影在那里 我也知道 你会始终在那里的 谢谢你 一不小心 在这里待的时间 有点久了 猎阵子那边 需要我做些准备 你也该去坎州 和大家会合了吧 那就 等你们回来后 我们再聊 莎莉 我 关于哥哥 关于我们旅途的下一站 关于你 还有很多很多想说的 就留待下次吧 我们约好了 明明只是这么寻常的事情 怎么还需要特意约定了 没关系的 哪怕是朝母 我一直都相信着你 一定 一定会没关系的 开始吧 启动联合演算 我一直在一起 庸招 怎么回事 不对劲 怎么回事 反应队的功率在快速下降 这样下去 我们就要失败了 却是对象 他们一定受草母的呼唤 为释放他而来 想彻底摆脱他们 就必须解决一切的根源 草母 不知南音与他此时正在何处 时间有限 这里就交一个预备处理 我们继续前进 嗯 你总感觉 这麻烦 时章像是受到了什么指引 第三代时章科技 与悬疑引技产生了共鸣 现在时章能以更为直观的方式 向我们展现他与悬疑的联系 总之 先寻着时章的指示试试看吧 不行 时章无法开启这道门 明明是囚禁草母的囚龙 而我他目前为止 都未能感知到草母的气息 是这道门隔绝了能量吗 那么这其后 应该就是草母的所在之处 也许这附近 存在这开启这道门的方法 仔细调查这片虚颖 我们说定遗漏了什么 好 好 走 南英攻击的巨型慧名就是朝姆 或许我可以试证 静静 情况比我想象中要棘手 普通的攻击无法伤害朝姆 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进去朝姆 这会是她的领域能力吗 或许只是朝姆能力的冰山一角 但她能被玄域一记封印 那是她的方法一定存在着 答案就在这座雄鹿迷迹中 我们最好能更接近他们一些 便于掌握更多情报 麻烦又缠上来了 这附近的装置 看起来有我们之前遇到的装置类似 那我们就再启动它试试看吧 这个装置 在吸收慧名的能量 就像虚骏禁地中的那样 如此设计的目的 会是什么呢 淹流后 我会在哪里 唯有继续前进 才能得到的爱 我会在哪里 相亲的 宝贾 宝贾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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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是 玉先生和博士 感觉还好吗 有没有哪里很不舒服 应该没问题吧 至少目前觉得 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还是去检查一番 更为稳妥 多谢玉先生关心 不过 为什么我会在黎州府 在那之后 还发生了什么 放松 慢慢来 你的疑问 我与博士会尽力为你解答 但别太勉强自己 加装自己的附和 长期以来 男淫都是一心闻名一致的延伸 攻击欲味 转换名唱 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做出过这些罪行的他 毫无疑问是九玉的罪人 伤痛可以被平复 伤口能随时间愈合 但伤痕不会 无论过去多久 由他一手造成的伤害 人会横跟在九玉人心中 哪怕这并非他的本意 哪怕当时的他 不曾有过选择的权利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 最后的时刻 南茵的选择 最后他是 救了我们吗 已经为整个九玉 尽可能拖延了时间 他为我们创造了 改写命运的时机 接下来 就靠我们把握了 可我还是有些没明白 难道说在那时 南茵意识到了 他是谁吗 从结果推论的话 你所说的 应该就是事件的真相 那个时刻的南茵 不再是 一心一意志的贯彻者 而是他自己 心怀九玉 肩负所有人命运的南茵 并且以那样的方式 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为他造就的业果 稍作弥补 我其实能猜到 或者说 理解他的遭遇 南茵自己的意志 一定从始至终 都在与一心文明 意志的烙印对抗吧 哦 嗯 纵使是一心文明 也没能真正击败朝母 而仅是通过玄域遗迹 将其封印 根据我们此前的经历 与自玄方得到的信息 我暂且提出这样的猜测 只有童族 才能终结他的生命 朝母生命消亡时 所散射的巨幅惠明能量 是他最后的挣扎与报复 若当时没有南茵 引导那股能量 我们恐怕已被摧毁 这灰飞烟灭了吧 南茵当时 引导了那场能量 可能那时 你已因冲击失去意识 我也仅是勉强凭借着 族群间微弱的联系 感知到了最后的时刻 朝母的存在逐渐消散 他所积累的纯粹惠明能量 如红风向我们席卷而来时 族群中另一位上位者的意志 渐渐清晰 并引导能量 没入玄域遗迹 加固了他的封印 南茵用那股能量封印 封印自己吗 一个极端冒险的尝试 作为圣者的南茵 将会成为族群的新一人首领 他因此会有怎样的变化 整个族群受此影响 又会发生怎样的撼动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最有利于九玉的选择 是仿效一星闻名 再度封印族群的首领 也就是自己 根据玄方解义的信息 朝母被封印后 将尘寄上许久 隐患虽未处尽 但九玉至少迎来了一段 能够休养生息 寻找解决方案 以改写命运的时间 南茵现在的状态如何呢 他很虚弱 气息微不可变 我所能感知到的 竟有这些 哦 嗯 朝母已暂时陷入沉寂 但惠明 仍会受到吸引涌来九玉 不过缺少朝母的指引 他们无法掀起太大的风浪 攻克惠明 无疑会是一段漫长的历程 我们 我们的前后辈仍会为其持续奋斗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还有许多 譬如持续推进对惠明 预能的研究 完善九玉的防御措施 在新任朝母苏醒前 寻找到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是南茵为九玉博得的一线升级 我们定会将其好好把握 那南茵未来会怎样 这很难预计 我个人猜测 南茵的意识 已随这那场能量冲击 消散殆尽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 将其视为新的敌方首领 绝不可抱有丝毫侥幸 但从某种角度而言 他仍拯救了九玉 贯彻旅行了 老师的嘱托啊 九玉的大家理应知晓这些 功过是非 就由每个人自行决断了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有人都必须为其行为负起责任 南茵的恶行 省须得到偿还 就由我们 背负起这些 此外 还有件严重的事情 请做好心理准备 你的伙伴沙莉小姐 状况并不算好 沙莉 沙莉她怎么了 不明原因引起的昏迷 影像显示 沙莉小姐协助完成对朝母坐标的定位后 便突然失去支撑自己的力气倒下 经过紧急处置 她的情况暂且算稳定了下来 只是引起昏迷的具体原因 眼下还无法做出判断 省须进一步调查 我 我现在能去看望她吗 当然 稍后我们一起返回镇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